哈啰 大家好 草民游戴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狭改 先从面板上来看 改完这个狭改呢 它整体耐久到了2100多 这个耐久算是在驱逐里面算很高的 加上它本来这个幸运值就很高 70 所以它基本就以这个面板白质来说 它的生存力已经提高了很多 再来我们看雷吉的部分 雷吉的部分到了586 这在重阴驱逐里面 这个也算是前段班的角色 前三名了吧 大概仅次于这个零波 所以可以期待它在这个雷吉方面的一个输出 主炮方面呢 变成85% 反正重阴的主炮 本来就不用太期待 那雷装效率到了155% 配上它的雷吉 在雷吉输出部分 一定是有一定的伤害量 不过跟零波比 零波是165%嘛 那就不用比了 至少这个155% 在以雷吉输出的这个驱逐来说 它算是一个有一定伤害表现的一艘船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技能 首先我们看一下一技能 一技能呢 只要是前卫舰队包含霞 有两个这个朋友以上呢 就可以增加这个重阴舰队的雷装15% 这个测试过了 其实只要霞跟另外一个人 只要两个前卫就可以触发了 因为这有个技能彩蛋 所以这个霞又可以幽灵好朋友 所以那个算一个人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前卫两个人 就可以触发这个技能 加雷装15% 但呢它战斗中自身也会减伤5% 然后每20秒会有这个弹幕 弹幕是带了八颗鱼蕾 还有些许的这个榴弹 还蛮不错用的 再来技能2是一个紧急回避 每20秒有30%的几率触发6秒的无敌 因为这个无敌 所以它自身的生存能力 又往上再加了一些 从面板上白纸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生存力提高之后 再配上这个技能呢 就是一个小天鹅的一个翻版 所以整体而言 它在生存方面的表现 这支驱逐 已经是超越了这个标枪改 就以直改金来说 已经超越了这个标枪改 再来呢 它在这个鱼雷的输出 鱼雷的buff上面 也是正式超越这个阳眼改 对于前卫的这个buff来说 所以整体而言 这艘船 在生存方面 在雷击方面的表现 都是在现阶段来说 算是蛮优秀的一艘船 正常来说 这艘船呢 主要是配备在 我们在自律雷暴队里面的一个配队 就是自律使用雷击作战的一个队伍 像是移吹 然后你配个狭改 再配个能带 因为能带是可以buff 这个前排的雷装 还有暴击率的 如果你是用神通改的话就不行 因为神通改 它只能给这个驱逐 还有清寻 它就没办法buff到我们的这个移吹了 所以 而且我们一般说 真正要用雷暴队的话 基本上就是手动 那手动最强的雷暴队 还是这个鼓风改 加零波加神通 这个是更古不便 手动就是这个爆发是最高的 如果你是要自律 又要选择有雷击能力的船的话 我想移吹 狭改 或是能带 都是一个比较能够自律 又有坦度 说出还不错的一个鱼雷战队 最后介绍一下装备 装备你可以装这个秋月炮 或是装旗流炮 基本上可以装这个秋月炮 因为我们如果要打12张或13张的话 自律的可能性加一点防空能力 对这招船是不错的 那鱼雷就是磁联 那对空这个晶圆盘 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彩棒 还有维修 基本上它生存 还有雷暴能力 都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发挥 最后这个不管你有爱无爱 那改完之后 它的利会也是非常的厉害 好那改完它整个战力 在不管在生存 在输出上面都有一定的水准 好这一般如果你要练 这个长驻型自律雷级队的话 那这支船是不是相当不错 推荐给你 好那我是草莓牛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